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学习在ES6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Promise 在上一节课我们讲了阿甲克斯原理以及Cullback Hill 我们叫做回掉深渊或者叫回掉地狱 然后我们讲到在回掉地狱里面 其实函数是层层嵌套的 这样的话函数间的偶合性会很强,对吧 有的时候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错误处理也会比较困难 所以说Promise会很好的解决这样一个回掉地狱的问题 当然Promise的强大其实不仅于此 它还有很多更加强大的功能 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Promise到底如何能够让我们的一步操作变得更加的优雅 我们一起来看代码 再新建一个文件 当前这个文件应该是第23个例子,对吧 然后在入口文件里面把我们这个文件给它引进来 OK,那这样的话 首先我们演示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大家看,我们上次是不是用了一个叫做 去模拟一个当前的一步操作,对吧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以毫秒为单位的时间 比如说我设置一个1000,它表示一秒 然后我在这里面输出一个字幕传吧 比如说Imoque 大家看,这时候代码第二行 这会等一会儿再输出一个Imoque 当然我们的前面确实当中 给大家讲过同步操作和一步操作 在GS底层到底是如何执行的,对吧 这些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视器 然后我现在这样,我们既然要讲Promise 首先我们先去new一个Promise的实际上对象 然后给它负一个值,比如说叫P 大家注意一下,其实Promise后面会接收一个函数作为参数 我也写成这种限定函数的形式 大家现在学完ES6以后 一定要去习惯于说使用我们学的一些新的语法 我们需要慢慢的适应 然后在这个函数里面一共对应着两个参数 一个我们叫做resole 一个叫做reject resole这单词的本意其实叫做决定或者叫解决 在我们这里面它其实表示的是一步操作 执行成功的时候这样一个回答函数 另外一个reject,这个单词本意叫做拒绝或者叫排斥 它其实在我们这里面表示的是一步操作执行失败的时候 所对应的回答函数 这是我们试一试 比如说我把当前这样一个电视器放到这个里面 因为这个电视器它是不是就是一个一步操作 所以说我只能用这个电视器去模拟当前一个一步操作的过程 大家需要理解这个意思 保存 大家看这边是不是也是等一会儿会输出一个imok 这样的话好像大家觉得写promise和brate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 对吧 那promise到底作用在哪呢 其实promise的精髓是在于对于一步操作的状态管理 注意 我在这边给大家写一下 状态管理 那如何去管理状态呢 大家可以看啊 在它这边其实我们可以去点认 我们知道认这个单词数表示叫做然后的意思 对吧 它后面的参数其实也是一个函数 大家看啊 我还给它写成这种现代函数形式 大家再看 其实它后面呢 可以是有两个函数 当然第二个参数是可以省略的 第一个参数是必须的 第一个函数呢 其实表示的是当前我这样一个一步操作 如果执行成功 那么它就会进入到第一个函数里面 比如说我们就输出一个成功 然后如果失败的时候呢 它就会进入到第二个函数里面 比如说我们表示的是失败 再想到一次 第二个函数其实可以省略的啊 但是第一个函数是必须要有的 OK 那大家看 当我保存以后 你会发现当前好像只输出了amoke 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 为什么这样 还记得前面我讲过这两个参数的区别吗 首先result 它表示的是当前一步操作 执行成功的时候 这样一个回调函数 另外呢 这个reject 表示的是当前一步操作 执行失败的时候 这样一个回调函数 所以说 我视频应该告诉当前 这个一步状态 到底什么时候成功 什么时候失败 对吧 对大家看 比如说当前我在电视器里面 当然电视器这个东西 它应该都是成功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 阿哲克斯 当我们发送阿哲克斯请求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成功 可能失败 对吧 比如说大家看这样 假设我这个一步操作是成功的 那么我们手动调用一下 就是so这样一个回调函数 它对应的是这个参数 保存 发现结果 等一会儿 然后输出amoke 接下来是不是输出成功 是不是说明进入到 end的第一个参数里面去 对吧 那如果比如说 当前我一步状态 如果是失败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手动调用一下 reject 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这时候先输出amoke 然后输出失败 就说明能够进入到 这个卡数里面 大家想一想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对于当前这样一个 一步操作 去控制它成功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或者失败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是不是就能够进行一个 很好的控制 所以一般在下方里面 可能会这样写 比如说对于一个 一步操作 可能有一些判断条件 如果符合这个判断条件 我们就可能认为 它是成功的 对吧 比如说就调用一下 resolve这个方法 否则如果不满足 这样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就调用reject 这样一个方法 一般情况下 是不是这样用的 对吧 这边可能符合某个条件 我们还调用成功 或者失败 OK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场景 大家再想 比如说 当我这个一步状态成功以后 我还希望说 把成功等到这个结果 传到认里面 也就是说 我上一节课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个 省市县 这样一个三级联动 第一个一步操作呢 可能我要请求回 中国的所有的省 省份 对吧 可能有很多的省 然后比如说 省份里面 我选择了一个 丁冬江省 那接下来第二个一步操作 我是不是要根据黑龙江省 去选黑龙江省 下面所对应的各个市 那这样黑龙江省 在第一个一步操作里面 我是不是应该得到 它这样一个参数 所以大家看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参数应该怎么样去传递 大家直接听 比如说 当前我这个一步状态 是成功的 那我是不是应该叫做resolve 然后得到这个结果 我希望传入到 当前这个成功的 回调函数里面 那么其实你只要把参数 写在这个里面就可以 比如说 当前我把成功这几个字 作为参数 传递到这 那既然这边要传递个参数 接下来在这地方 是不是要接收这个参数 然后大家看 比如说 我一个参数叫做res 就是response 响应的意思 当然一个参数的话 电动怀数的这个小括号 是不是可以不写 对吧 然后我在这边输出res 大家看哦 保存 还能输出mof成功 但是注意 这时候的成功 可不是我在认为 第一个参数里面写死的 而是我当前在调用 这个成功的回战函数里面 是不是传递给他的 对吧 比如说省市线这个例子 如果我这边想 怎个黑龙江省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黑龙江省这个参数 传递到这里面 对吧 当然对应的失败 是一样的 比如说如果当前是reject 是一个失败的 那比如说我这边 调用失败 那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应该传递 到这个参数里面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叫做 arrow吧 表示错误的意思 然后我输出当前 这样一个err 大家看代码第20行 是不是也能够 接触到这样一个参数 对吧 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应该学会了 一个promise的基本用法 并且知道 promise的参数是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里面 一共对应两个参数 reject表示成功的时候 这样一个回战函数 reject表示失败的时候 这样一个回战函数 当我们调用reject的时候 是不是进入到 zen的第一个方法里面 它表示成功 如果我们调用reject 它就会进入到 论的第二个方法里面 它表示失败 这个是关于promise 最基本的用法 我们一定要知道 相信通过这个讲解 大家也能够清楚 它的一个使用方式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举例子 大家看 我在定一个promise的项 我们再去new一个promise 大家要逐渐习惯 用这些写法 它的参数 是不是一个函数 第一个叫做result 第二个叫做reject OK 然后大家看 比如说我当前 newpromise里面 我就写一个输出 比如说我就输出一个1 然后在promise 外面 我再输出一个2 我想问大家的是 当前1和2 到底随先执行 我们看结果 结果是 先输出1 再输出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关于promise里面 代码 它其实会马上执行 很多同学之前 学过一些promise 总觉得promise里面 这个操作 它总是会等一会儿再执行 不一定 比如说你看 我这个里面 它是不是 我并没有写任何的 逸步操作 因为我们说 concernlog是一个同步的 当代码写到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就会 立即执行 所以说它先输出1 然后才输出2 如果不是立即执行 那可能就先输出2 再输出1 对吧 结果很显然是1和2 所以说 这个里面会立即执行 然后大家再看 我们前面写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 newpromise对象 后面去点字 对吧 那你看这个对象 是不是p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 p点字 跟前面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这边有个参数 我在这个里面 我再输出一个3 当然这个参数 可能没用上 当然我写了认以后 我在我的这个里面 是不是应该是调用于soul 才能进入到认的 第一个参数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认后面可以有两个参数 对吧 两个方法 但是第一个方法呢 是必须要写的 第二个方法是可以省略的 比如说我们不想 对于错误的时候进行处理 那第二个方法 就可以不写 对吧 这边如果想进入认 我是不是应该手动 这样一下 resoul这样一个方法 现在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 现在输出的 1 2 3的税序 应该是什么样的 大家看 结果是 1 2 3 所以说通过当前 这个小例子 我想给大家讲的 就是说 promise 它的这个参数 这里面的代码 其实当我们 new promise的时候 它会立即执行 所以说 是不是先出1 然后输出2 认呢 是不是相当于是当前 我成功的时候 这样一个回答函数 这里面的回答函数呢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有个叫做 逆步性 什么叫逆步性 相当于是 当我执行完 主线程里面的内容以后 其实当前 zen相当于是 new promise 跟着它的一个 v任务 当然v任务的话 其实是 逆步操作里面的 一个概念 相当于是 当前这个zen 是不是跟 promise相关的任务 对吧 所以它先会执行 一个叫做 红任务的概念 相当于是 先执行 这些正常的执行代码 再执行 跟前面代码 所相关的 这些代码 那zen是不是 就是相关代码 所以说 先执行1 然后呢2 再执行3 这个我们可以认为 是一个回答函数 这样逆步性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看PPT 我画这张图 前面我说过 promise 是不是对于 这种逆步状态 进行管理的 它相当于内部呢 实现的是一个 这种状态机 OK 大家看第一步啊 当我们new promise的时候 它其实对应的 state叫做状态 对应叫做pending 第三词叫做 进行中 我们要记住 promise 一共只有三种状态 当new promise的时候 是第一种状态 表示pending 进行中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要用resolve 对吧 当然这里面可以传递 对应的参数 然后成功以后 将resolve之后呢 它的状态会变成 叫做full failed full failed 叫做已成功的状态 OK 这是一个分支 stam lernen 给 因为 信 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